烤盘上肉片 吱吱作响 冒出油烟 香味弥漫四处 但如果这个场景是在饭店旅馆 恐怕也会让空间都是食物的味道 有一名台湾YouTuber入住一家日本的旅馆 还特别到附近超市买了干贝和牛排 坐在床边烹煮 不过影片也引发了网友留言批评 说请不要当一个失格的旅人 还拍影片交坏无知的群众 认为这样做没水准 饭店没厨房 不该弄有油烟的食物 也有人认为很丢台湾人的脸 他的频道有超过5万名的订阅者 这支影片在去年12月上架之后 约有8000次的观看次数 除了煮食物 他也分享到日本旅游的影片 不过这位YouTuber也有强调这家饭店本身有烹调措施 但也有网友说不该在床边烹煮食物 新闻播出前当事人没回应 一般的商务型的饭店是不能自己买炉具 自己家的食物的 直接看他客房里面是否有提供炉具 有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开火 旅游达人也说 其实有其他日本商旅游收费备品 电烧烤盘日币500 使用后第二天拿到前台归还即可 这种的就能保证绝对可以烹调 不过接下来想去日本玩恐怕更贵 有业人分析 受日元汇率影响 加上旅游买器持续旺 明年日本团费至少再涨7% 加上2025年有万国博览会 日本团费要降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物价从乌克兰战争之后 其实都是一直上涨当中 最后还是要换算一下到底 比起在台湾买是不是划算 业者也说 今年赴日本的外国旅客 已经超过2019年 预计明年可以达到3400万人次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